歡迎來到林子頻道 今天我們來做肉桂粉 在家裏沒有生根粉的情況下 我們用肉桂粉來代替生根粉 首先我們取出三根肉桂條 然後用剪刀把它剪成短節 肉桂粉作為生根粉是有它的道理的 它可以殺菌消毒 在擦肩的時候防止這條被真菌感染 所以我們需要用肉桂粉來消毒 同時它還有提高生根率 剪好的肉桂短片 我們用碾磨的碾磨棒 給它壓得更碎 這樣更容易把它碾成粉膜 現在我們將這些肉桂碎片放入臉膜的盆裡 然後輕輕的臉膜 碾磨好的肉桂粉 我們現在可以把它裝平 我們在植物擦肩的時候 給它沾一些肉桂粉 將有助於生根 將有助於生根 在以後的視頻裡 我還給大家介紹怎麼樣使用它 喜歡我的視頻 請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您的觀看 謝謝您的觀看 好幾位 請我按下 插桂粉 我按下